明珠老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文艺细胞非常浓 这特别会唱歌 今天来这里了 怎么也得唱一段吧 绝对给观众唱一段 看看 先来一段什么面啊 燕南飞 哦 太好了 燕南飞 燕南飞 眼角上生心已碎 不等几日去 一盘春来归 一盘春来归 几日去 愿为春来归 盘归 我把心揉碎 我把心揉碎 且等春来归 谢谢 谢谢 老艺术家 纯现场啊 你唱太好了 关键 您怎么能保持 现在有70了吧 74 对 74岁能发出同音来 真的挺不容易 多高啊 我都唱不上去 而且这一看 一看您是有过 声乐的这个 专门的训练吧 明珠老师 他们是六几年时候的 电影学院的大学生啊 六零年 那一个时候 六零年 他们上六零年 就这么一年 考入电影学院表演戏 主要是为了 就是从小培养的基本功 那您班里面有没有 我们熟悉的演员啊 现在 有啊 比如说 李文玲 文玲大姐 曹翠芬 其他还有 就是因为年岁大了 有的就改 什么导演啊 写作啊 我发现您跟文玲姐啊 都属于那个越活越滋润型的 你有跟你们俩比较熟悉吗 对 人家不说这个同行 那是什么呢 你们俩有没有 有没有矛盾呢 有没有 没有 你俩西路子其实挺像的 挺像的 也不是特别的像 就是各有各的特点 您估计您的孩子们今天会来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我想不一定能来 为什么呀 因为杀艺有事 二宝来过了 大雅来过了 佐多也来过了 您又不是就拍过这一部戏 对啊 别的孩子 别的孩子啊 演过你女儿的有几个 你女儿的 能脱口而出的都有些谁 秦岚 秦岚 秦岚现在可火呢 火 我闺女可火了 演您闺女都火了 我看出来了 对 为啥跟你一演闺女都火 其实你可以让我演一下你儿子 没准我就火了呢 你现在就挺火的 不用演我儿子了 那咱到前面猜猜啊 看看谁来了 在你看谁来了的节目设置中 大来宾决定 与任意一扇门背后的嘉宾见面时 栏目组将允许大来宾 向其选择的嘉宾 提出五个有效问题 而这位嘉宾此时 只能以文字形式 将真实答案呈现于房门屏幕之上 随后大来宾则需通过房门上答案 来判断房间内嘉宾身份 若判断正确则请出嘉宾 并进入下一环节 若判断失误 大来宾将斤受惩罚 你往前一点啊 明珠老师 我知道不是吹我吗 是啊 那个我就怕 您行吗 我行 行是吧 因为这个根据您的这个 占地面积呢 容易跟 根据我这图它吹不起来 你放心 我真的来过 朱老师想先见哪一位朋友 我想想 好 对 她得琢磨琢磨 她不让她知道了 她一点都不知道 对 你们有多久没见过面了 起码两年了 我现在要3号 倒着来 明天要3号 好紧张 好紧张 对 来 明珠老师 您的第一个问题 男的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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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男士还是女士 明珠老师 有没有哪个 哪个老头对您 对您印象不错的事 现在您别给我打岔 我告诉你 和您一样 那是女士 我演过你妈妈吗 她没准不是演员呢 她先想归类到 她是不是演员 人家这好几个问题都问了 是不是演员 另外是长辈 还是女友 还是晚辈 朱老师 大人比我大 那儿 都小 好 三个问题 您在北京吗 在北京 您平时在北京生活吗 是这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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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是 她和街Corin 有你 是 是 我都不是 他说保密局 我 阿蘭 这意思就说 我没有正式的单位 我就是自由的 那他跟我一样 对 跟文念老师一样 对 你的哪个朋友 会跟你说话这么不严肃呢 说出答案 三号房间 丁嘉丽 丁嘉丽 好 那么到底 房间中的是不是丁嘉丽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咱们一起来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打开三号房门 哎呀 还在这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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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天天 我不敢猜你 我还真想到了 我不敢猜你 不见你了 你不来看我 哎呀 天天 哎呀 天天 哎呀 当然瘦了 哎呀